六十十山产业道路多处摊房落实的疑虑 副理乡公所建议民众尽量不要上山 若非要上山请注意安全驾驶注意路况 并且要留意边坡落实以及树枝 注意安全而公所也将持续进行抢修 六十十山产业道路多处摊房落实之疑虑 副理乡公所建议民众尽量不要上山 若非要上山请安全驾驶注意路况 留意边坡落实以及树枝 注意安全公所也将持续抢修 你看可以看得到 像我们这边是5.3K 你看整个户篮整个边坡都滑到山谷里面去 包括我们这边的边坡 所以啊这边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在5.3K 不可以有任何的停滞 要赶快快速的通行 以测安全 这整个路面非常的危险 这边特别特别请所有的乡亲要注意一下这个区块 目前就是在产业道路的2K 5K处左右都有边坡落实树枝以及大石头 路过的居民千万要留意了 你看看上下山包括地面 地面万一有下雨或者是干燥以后 这地面是非常的湿滑 非常的湿滑 或者是有打滑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自己啊 如果真正居民如果上下山 这边的住家上下山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我们这边这几天啊 也建议这个游客真的不要先不要上山过来 虽然上面还有花 虽然还有金针花 但是目前还是不适宜啊 前来这个六十弹山这个散花 这个整个地基 整个路面还 目前还是处在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之下 相公所表示 目前开口契约厂商也都已经抢通了 已经是开放单向通车 恢复民众的日常民生采买就医就学 寻查农损的状况 不过就是行经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